現在跑第五場了 跑1200米 現在拍攝這隻是3號仔 有沒有贏過有 12358就贏過 3號仔的馬名叫齊心同行 不過近跡就不多好 第八第十二這樣 12358就贏過 7號12號就入了Q 隔晚大熱是1號 5號、6號、8號 上次入了第四名 所以近跡也沒什麼 4號仔8倍 4號仔就是萬事快 上次第八不好 前兩次是第三 連續兩場 4號仔就是 本路程沒有什麼記錄 近跡也沒有他 近跡也沒有他 5號 顏色王子 6倍 5號 顏色王子 贏過本路程 上次跑第四 前次跑第四 前次跑第一 再次跑第三 連續三次都從前四名回來 所以這隻馬都有人關注 他贏過 今天報民明神 報民贏了兩場 報民只是2號仔齊心同行 6號10倍 6號上次跑第四 本路程的賽職沒有 6號是田泰安騎的家販 他連續兩次第四 好少少就會有錢收 今次第三次出賽 應該可以再納得10隻 但修身程度不算是最理想的 土燈也比較低 7號上次跑第四 第四名以下 7號的馬名稱是應刀包 上次11前至第四 再前至第二 近期好像軟了些 貴尾時軟了些 叫做應刀包 應刀包表演梁家駿 梁家駿今天沒有表現 何宅耀梁家駿也沒有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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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號的冷門 30多倍 沒有賽職沒有近職 亞洲力量 蔡明肖 雖然是這麼說的 他上次成績不好 但之前的5次都在前四名 包括2個第2和1個第1 冷門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馬 之前試了一個800米閘 重發閘 上象不好 但之前每次都很好 這幾十倍 這幾十倍的 這十號叫做鋒亡勁勞 30倍 這隻是上次 12、前次第5、前次第6 12、5、6 這隻是沒有 沒有這個型度爆那麼聰明 沒有型度爆那麼好 11、4、2、6那些 亞洲力量那些 8、4、4、1、2、2那些 又是一場不好遮掩所有的優點 變成冷門 11號仔是5、3、2 連續三場都在前五名回來 未贏過的喜晉風彩巴道 13倍 這場只有12隻馬跑 12米 11 5、3、2 近跡較好的是 5、6、8 11號仔是上次跑第四 都上不了名 即是沒有位置排賽 11號仔 喜晉風彩綠色3 待會再看看小號碼 上了馬 這場是泥地賽事 泥地短途 誰能出閘哪個就好 7號仔 7號仔 入過Q 本路程 7號仔 現在7倍 這隻叫做 上次11 前至第四 再前至第二 加上報名聖神 2號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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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號仔 4號仔 2號仔 我挺喜歡這隻2號 因為上次第七 前次第2 加上報名聖神 2號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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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出鏡了 後面來的紅色3 1號仔 白V的 齊心同行中逆禮 心口有顆星 是誰 心口有顆星 是誰 心口有顆星 是誰 心口有顆星 黃色1號仔 1號仔 叫做文明之星 1號仔 大熱門 2號 2號 不是熱門 Kiddy 要132 我想要哪隻 我要2號1號 我要這個報名潘頓 看他怎樣 2號1號 Janny 要11號2號 11號什麼 這麼厲害 11號 13倍 11號 532 起盡風 532 近跡也不錯 532 我要2號1號 Janny 要11號 Janny 要第一隻 第一隻 5號正算是有取勝率 相當不錯的取勝率 其他就普通一點 3號1號 1號1號 1號1號 大熱門 現場到現在為止 大熱門 現在看他了 11號1號 4號1號 532 三次賽職 兩位置 即位置的 綠色 其他球員也沒有太多動 5號 顏色王子 和 11 號差不多 上次第四, 前次第1, 前次第3 三次都有兩個位置 和 11 號不相百中 泥地1200米 能出閘就很大機會 不能出閘就很艱苦 對, 是 11 個 V 落得多 那 9 個站著 30 倍左右 最後連任位板塊都頗熱鬧 好了, 看看入閘的情況 另外顏色王子亦都準備就緒了 好了, 第五場的泥地賽 交給閘前 齊心同行, 萬事快 最後入閘, 顏色王子 全部馬不準備, 拓搭五場賽事 第四班千葉的泥地短途賽 東華三軟, 挑戰輩 大熱暫時顯示 是 1 王極舉益 隨時起步 好, 你一跳出來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 有中檔文明之聲 在中間還有這隻萬事快搶了上去 外面藍衣是 紅運大師 追出是齊心同行 第五位外面 牛王頭 內蘭第六 綠色衣還是喜盡風彩 紫色衣馬塌 顏色王子 放不到 在後面的馬有 亞洲力量, 鋒芒勁勞 後多小馬匹 先見到尾三位置 龍騰飛翔 紅衣尾子是家帆 暫時電後 藍衣迎到爆 過了這個八八 前面放的馬就是萬事快 外面齊心同行 已經湧上去 分裂三四位的馬, 埋遍文明之聲 外面是這隻熊運大師 第五位 顏色王子 袁蘭慢慢推進 還有喜盡風彩 龍騰飛翔 紅眼罩 黃帽也拿出去外面 外面衝的馬 是鋒芒勁勞 最後三百多米 萬事快 鬥緊齊心同行 見到外面 紅運大師 蓋上來 裡面偷位上 還有文明之聲 外面追的馬 還有鋒芒勁勞 馬塌中間 起盡風彩的馬 最後百多米 紅運大師 已經鬥緊埋邊的 萬事快 兩百多米 外面上來的馬 龍騰飛翔 中間粉紅衣服 還有鋒芒勁勞 接近鋒芒勁勞 似乎 很有機會贏出這場賽事 至於第二名 賣變 出頭先的 紅運大師 回到那幾步 就差一點 外面追上來 還有紅眼罩 龍騰飛翔 至於第四名 是萬事快 結果10號 鋒芒勁勞 方家柏 中間前到 二三名很近 入面紅運大師 外面龍騰飛翔 拍照 第四名 四號萬事快 人家的冷門 經常拍一些 二二三三 在方家拍的冷門 好 三號 報紋 後上 第二名 真的沒有人 有六倍 10號 鋒芒勁勞 很難買的 上次12前次第五 再次第六 怎麼這麼厚 這麼厚 一號 鋸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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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頓 出來之後 又不夠快 第四名 現在四號 萬事快 紅色衣服 上次第八 前次第三 但也沒有位置派彩 三號 反而不錯 齊心同行 中逆禮 輕磅 追著第二 他跑到最後 也有少少勁力 報紋的馬 出閘就不好 在外面找位 報紋的馬 在這裏 跑好些 位置 一路跑好些 他真的贏得 這隻馬 後徑 離地 離地 這麼好 後徑 現在在前面 四號 萬事快 在前面 八號 好 紅運大師出來 你看報紋的馬 紅紅聲 上來 過了十號 十號 是嗎 第二位 十號 二號 差一點 風亡勁路 似乎 方家拍 贏兩場 一場是爆冷門 二十多倍 沒有人來拍照 這次就多人拍照 八號 這次就多人拍照 八號 沒有辦法了 顏色王子又慢閘 齊心同行 零且都快不到上去 搞到自己要放 這隻馬 很厲害 這隻馬 幾隻馬 一起衝刺 你看 是嗎 二號仔 報紋 八號 二號仔 報紋 有Q 二號仔 報紋 沒有 十八二 十號 八號 八號仔 紅運大師 十號 上次跑第四 都入於好的 都入於好的 二號仔 前次跑第二 一號沒有拍照 一號 隔晚大熱門 潘頓都沒有拍照